咱们今天再来说一起行李箱藏尸案 关于行李箱藏尸的案子 咱们之前我记得的至少就说过那么两三起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呢 发生在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青山区有一青山公园 武汉的市民朋友们肯定不会陌生 这算是武汉市区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公园了 每天去那锻炼去那玩的游客都非常的多 2015年的时候 从这青山区建设路通到这青山公园后门那 有一条废弃的水渠 当时周边正在城市施工改造 所以那一段时间这过往的行人特别的少 也就是在春夏之交的时候 这天呢不冷不热挺舒服的时候 附近的老百姓呢就会聚集过来 没事钓钓鱼 2015年4月28号中午 正在这水渠边上钓鱼的胡师傅 无意之中就发现呢 水渠边的一处土坡上 放着一个红色的旅行箱 胡师傅呢也好奇 这谁呀 把这箱子好好的就扔这了 他呢就走进了 打算看看 这旅行箱有一侧 那链啊 没拉紧 有一个缝隙 就发现这旅行箱里边 有着大量的血迹 胡师傅也没敢细看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案 到了现场之后 把箱子这么一打开 里边呢 有一个床单 这床单包裹的 是一段人体的躯干 就是上半部分啊 但是头是没有的 腿也是没有的 从这间躯干就能判断出来 死者是一位女士 一个女人遭到了残忍的杀害 这无疑是一起严重的杀人抛尸案件 要想着侦破此案 现在只能是对旅行箱 进行仔细的勘察 这个旅行箱啊 就是那种26寸大小的 箱子呢 比较沉旧 箱子有四个轮 其中有一个轮 沾满了泥土 警察感到奇怪的是什么呀 你要抛尸 为什么不把旅行箱 直接推进水渠 那你为什么 要扔在岸边土坡上呢 这多容易让人发现呢 这举动明显不合常理 犯罪分子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当时他是慌不择路呢 还是说 还携带着其他的那些人体组织 像头啊 像腿啊 从而没有时间来处理这个箱子呢 这箱子呀 除了有尸块 还有一个被套 这被套呢 有一部分啊 被湿水给浸泡过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 是干干干净净的 空白的位置 当时看这个被套就感觉这被单用的时间应该不算长 警方就在周边展开了搜索 可是没有找到被凶手抛弃的尸体的其他部位 除了遗留下来的红色旅行箱 在现场 也没发现其他更多的线索 这尸块呢 因为时间过长 尸体呀 已经发黑了 又没有任何的标记 也没脑袋 也不知道死者长什么模样 尸体上的皮肤啊 都黑乎乎的 看不清楚 已经落化了 民警呢 就注意到这个红色旅行箱 在这之前 可能就被人动过了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这胡师傅看见这箱子的时候啊 那拉链都没拉上 这抛尸的现场 为什么会有人动过 为什么要把这箱子打开 犯罪嫌疑人 抛完尸 那不可能 他闲得没事 再把这箱子打开看看吧 做个告别仪式啊 再见 安息吧 那不可能啊 那么到底是谁看过箱子了呢 如果是和此案没有关联的 看见箱子里边有尸体 为什么他没报警呢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警方能够掌握的三个线索 第一死者是女性 第二有一红色旅行箱 第三就是那被套 被单啊 这被单呢 是比较喜庆的 这三种东西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 那么最应该的情况 也就是说杀人的时候 应该是在室内作案 不是在外面杀的人 所以这才随手有被单 抛尸的地点 跟受害人遇害的地点 空间上会不会有关联 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 到底在哪 受害人到底是谁 面对着如此复杂的情况 民警啊 这还是头一回遇到呢 接下来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找到尸员 只有确定尸员 明确这受害人是谁 这案子才能往下推进 但是一个无头无腿的尸体 想着判断出来身份太难了 警方目前呢 只能从尸体入手 第一个 从尸体的情况来判断死者死亡的时间 第二个 从尸块的状态上 来确定这个人大概的年龄 身高 还有体态 面对这么特殊的一个抛尸现场 纵然经验丰富的民警们 一时间他也摸不着头脑 从发现尸块之后几天的时间里 武汉市公安局 邀请到了公安部人体学专家 邀请到了全国知名的行侦技术专家 还有法医 对这起案件呢 进行分析研判 经过公安部人体学专家 还有武汉市公安局刑侦专家的会诊 最终确定 被害人死亡的时间是2015年春节前后 年龄在21岁到27岁之间 专案组啊 就确定了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周边区域呢 开展了大面积的排查 对2015年以来 全市范围内的失踪女性人员 进行一个筛选查找 这一段时间 对湖北全省2015年元旦以来 所有的失踪人员 挨个的进行了排查和回访 结果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 专案组在抛尸现场周边 也张贴了协查通告 对现场周边的住户啊 单位啊 也是挨家挨户的走访 希望能发现更多的线索 结果呢 还是一无所获 民警啊 就开始怀疑 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推断 会不会出错了呢 如果时间没错 警方的走访 悬赏 应该是会有收获的呀 在查找师员的同时 围绕嫌疑人抛尸地点 警方呢 也调取了周边城市的监控 以抛尸现场为中心 方圆五公里为半径 重点查看春节前后进出抛尸路段的一切可疑车辆和人员 结果还是毫无发现 案子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这案组就分析啊 凶手很有可能把被害人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丢弃在了沟渠附近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打捞行动就展开了 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之下 青山警方在抛尸现场二号区 勘验取水 之后啊 沿着这二号区一路展开查找 上下游一公里的范围 警方都请专业的挖人进行了搜索 但是还是没有得到线索 除了那个箱子和尸块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其他发现 尽管说没有找到尸体的其他部分 但别忘了警方手里还有重要线索呢 那就是那个红色旅行箱 这个箱子是从哪来的呀 民警呢就拿着箱子的截图 还有包裹尸体的那背单的照片 又展开了一场漫天撒网式的排查 最终啊查出来了 这箱子呢平时售价四百多个钱一个 主要是在一些商场门店来进行销售 有的商场买卖箱子呢可能会有登记 但是啊查来查去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咱们去商场买东西都有经验 对吧 咱说买了东西了 人家商家顶多留个票据 知道我哪天几分几秒啊 什么时候多少钱卖出去什么东西 但是不会登记购买人的身份信息啊 几天以后呢 民警也找到了那个备套的卖家 这卖备套的呀 是武汉市的一家专卖店 根据商家的记录 这个备套得是两年前卖出去的了 售价是二百多个钱 不算便宜但是也不算特别贵 因为时间太久了 收获员不可能记得当时是什么人买了这个备套 警方怎样才能找到这起案子的突破口呢 本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呢 查来查去 通过那备套啊 终于找到了商家了 就是一专卖店 这备套呢 说贵不贵 说便宜不便宜 二百多个钱 虽然知道这备套是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但是已经两年多了 这店员呢 也不记得当时到底是什么人来买的这备套 现在备套也好 行李箱也好 似乎很难判断出来什么有效的信息了 十几天工作下来 警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勘察工作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案子呀 发生在五一节之前 又这么长时间侦破不了 民警心里边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现在这起案子 这算是一个三无案件 怎么算三无案件呢 没有死亡身份 没有死亡现场 没有死亡时间 民警们的脑人疼的都不行了 最后专案组还是决定想尽一切办法 还是要查找死者的身份 其实此时此刻着急的 不光是警方 湖北孝赶市 有一户人家 从春节之前这心里边啊 就不踏实 2015年2月16号 那时候距离春节还有几天的时间呢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年 家住湖北孝赶的方阿姨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呢 她的二女儿叫方小燕 在武汉打工呢 一连三天音讯全无 打电话没人接 发短信没人回 方阿姨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因为方小燕呢 平时每天都会给妈妈打个电话 虚寒问暖 报个平安 可眼下已经三天了 这方阿姨呢 始终联系不上女儿 女儿的手机一连三天都是关机状态 就在这种焦急的等待当中 又过了这么几天 眼瞅着过了年了 到了大年初四了 方小燕还是没有音讯 家人不放心呢 就赶到了武汉汉口方小燕租住的那个地方 进去之后啊 就发现小燕平时穿的衣服都在屋子里呢 平时随身携带的两张银行卡也在屋子里呢 这就很奇怪 更让家人感到不安心的是 跟小燕一块同屋居住的小姐妹也说 好几天没见着小燕人影了 那这大过年的小燕也不在这儿 那也没回家 她到底去哪了呢 家人呢 立刻就找到了小燕的工作单位 这小燕呢 是在武汉的一个洗浴中心工作 这洗浴中心的负责人就说呀 小燕啊 年前就给我发短信 请假了 说她爸生病了 做手术 需要照顾 之后呢 一直没来上班 听这洗浴中心的领导这么一说 大伙就感觉事情很蹊跷了 哎呦 她也没上班 她去干嘛了呀 难道小燕出事了呀 2015年2月28号 这时候距离小燕失踪 已经半个多月了 家人决定报警吧 接到报案之后啊 派出所的民警 也觉得事态严重 立刻查看了方小燕打工的那个洗浴中心 以及出租屋附近的这些监控视频 希望借助视频监控 找到方小燕失踪的线索 可是却遇到困难了 方小燕失踪的时间 失踪的地点都不明确 警方不知道她是在出租屋失踪的 还是在洗浴城失踪的 或者是在上班路上或者回家路上失踪的 一共啊 前前后后有20多天的视频资料 警方当时呢 从头到尾进行摸牌 可是始终没发现方小燕的轨迹 派出所的民警一边安慰家属 一边呢 就采集了方小燕父母的DNA 把方小燕父母的DNA信息啊 就录入了全国失踪人员库 同时把这件事就汇报给了派出所领导 4月28号 这行李箱女尸被发现之后 武汉呢 就要求全市各个分局 各个派出所 对辖区失踪人员统一进行摸牌 之前受理方小燕失踪案的这派出所民警 怎么也没想到 正是他受理的这起警情 打开了428案件侦破的僵局 经过检验 方小燕父母的DNA 与青山428案受害人的DNA完全吻合 2015年5月20号 案发23天之后 青山428专案组的组员们终于得知了死者的身份 就是27岁的外来物工女子方小燕 就在这一天确定了死者身份之后 专案组的侦察员呢 迅速和方小燕的家属取得了联系 对抛尸现场出现的物证啊 让他们进行一个辨认 方小燕的姐姐一眼就认出来 这红色的旅行箱 还有那被套 就是妹妹方小燕使用的物品 方小燕的姐姐还跟警方反应 说春节之前呢 小燕明确的告诉我们说回来过年 可是2月13号我们和她联系的时候 电话通了就没人接 之后呢 我收到了小燕手机发来的一条短信 说她手机听筒坏了 有什么事短信联系 从那以后就联系不上她了 就因为她说手机坏了 所以啊我们着急归着急 始终呢也没想着报警 侦察员注意到 方小燕住在武汉汉口 二七辖区一个小区里边 有另外一个女孩子跟她一起住 这个女孩子呢叫徐晶 跟方小燕呢 在同一家喜悦中心打工 方小燕跟徐晶关系特别好 这算是闺蜜 所以才在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 通过进一步了解 这徐晶有个男朋友 这男朋友呢也经常到他们喜悦中心消费 同时警方到喜悦中心的时候 发现这个徐晶已经辞去工作了 侦察员可就注意到这情况了呀 徐晶在年后突然辞去喜悦中心的工作 为什么呢 同时徐晶的男朋友跟徐晶 还有跟方小燕啊都住在这套房子里 这三个人呢都有房子的钥匙 据房东说呀 徐晶呢 年前离开武汉回家过年了 也就是说 徐晶走了之后能进入到这间出租屋的人 除了被害人方小燕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徐晶的男朋友叫常文胜 这个常文胜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专案组当时就认为 凶手应该是跟死者熟悉的人 应该是有一些经济上的或者感情上的矛盾 或者是什么突发情况 那么方小燕会不会就是在出租屋里遇害的呢 这出租屋会不会就是凶案的第一现场呢 刑侦技术人员立刻对死者方小燕租住的房屋展开了勘察 方小燕租住的房子是在武汉市江岸区一个小区的六楼 是两室一厅的房子 方小燕呢住在右边的卧室 徐晶和男朋友呢住在隔壁另一个房间里 经过勘察房屋的门窗完好无损 也没有被撬的痕迹 方小燕住的这房间也没发生过搏斗的迹象 床上也好地面也好 也没有提取到血迹 侦察员就分析 方小燕如果是在出租屋里被人杀害 进而被分尸 那么凶手一定会选择在有水的环境下进行啊 那么哪有水呀厨房跟卫生间呢 于是技术人员对厨房卫生间进行了重点勘察 在勘察过程之中 技术人员在卫生间的那个暖风机上 就那浴坝上啊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在这浴坝上 警方发现了一处不太明显的红色的血迹 能够确认这应该是人血流下的痕迹 警方把他小心翼翼的取下来 进行了DNA的比对 那么这处血迹是不是方小燕的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警方呢 在出租屋啊 就发现那个暖风机上面 取暖机上面 有一滴人血 警方第一时间小心翼翼的把这血迹提取出来 做了DNA的比对 结果出来之后 认定这个血迹就是方小燕的 方小燕的血 怎么会跑到那取暖机上去呢 那么会不会是在凶手作案过程之中 被害人的血迹喷剑到了那儿 是甩上去的呢 专案组分析 这儿很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了 但是仅仅凭借这一点 也没有办法完全断定 如果说被害人是在自己出租屋里遇害的 那么凶手会是谁 最大的可能就是徐晶 还有他的男朋友常文胜 专案组啊 迅速的确定了徐晶和常文胜的户籍信息 一般说女孩子的男朋友 岁数不会特别大 对吧 二十多 三十多 但是这常文胜已经五十岁了 是武汉青山人 这常文胜就是青山区本地的 原来呢 还在一个大型企业里边工作过 对青山区的地理环境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各位别忘了 方小燕尸体被抛弃的地点就是在青山区啊 这难道是巧合吗 民警拿着常文胜的户籍照片在抛尸现场周边展开走访 寻找目击证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几天之后在附近钓鱼的老百姓啊 就跟侦察员反映 说在春节前后啊 的确看到过有个男的 站在这水渠边上 在那左张右望的 但是我们都没太注意他的长相 专案组认为 大家反映的见到的这个男的 有可能就是抛尸凶手 那么这凶手是怎么来到抛尸地点的呢 您各位还记得一细节吗 咱们之前说了 那个旅行箱有一个轮子 沾满了泥土 根据这个细节 侦察员进行了侦察实验 结果有了新的发现 行李箱啊 应该是拖行了一段时间 才能到这个地方 首先呢 它得有一个步行 拖着箱子走的过程 从这水渠边走到公路边之后 那交通就比较发达了 可以开车 可以租车 甚至可以坐公交车 方小燕住在江岸区 从这个地方到青山抛尸现场 中间可是间隔了长江啊 从江北到江南 必须得过长江大桥 你说凶手拎着个行李箱 行李箱里是尸体 走路从江北到江南 那不可能 很可能是乘坐了交通工具 甭管是公交车 还是出租车也好 它肯定是坐车过来的 专案组立刻对附近能够到达 抛尸现场的所有公交车的线路 进行调查 希望能找到线索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啊 民警就分析 从嫌疑人的心理层面来说 这手里拎着这尸体 他不太可能选择公交车 太明目张胆了 他会选择既隐蔽又快速的方式 那么最方便的是什么呀 打车呀 专案组呢 决定以红色旅行箱围突破口 在武汉市交通广播 就发布了悬赏公告 向广大的出租车司机 以及乘客 征集四尔拔案件的破案线索 很快 武汉交通广播的新闻信息 可就播报出来了 现在为您插播一字通报 4月28号 在青山洪港城地区 一寒洞内 有一个丢弃的红色尼龙拉杆行李箱 此箱子涉及一起重大刑事案件 行李箱产地是福建 尺寸分别是60×40×207公分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了解相关线索 请及时联系武汉市公安局 青山分局428刑侦大队 这悬赏通告发布之后 武汉上万名出租车司机 还有老百姓都听了这节目了 都参与到了线索征集之中 武汉市的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啊 正是通过广播得知了428案件的案情 他就突然想起来 过年之前曾经拉过一位客人 那是2月15号晚上7点左右 有一个乘客拿着这么一红色的拉杆箱 在汉口一个小区的门口乘坐了他的出租车 刘师傅第一时间就把这情况反映给了专案组了 得知情况之后 侦察员们非常的兴奋 根据这刘师傅描述的上车地点 还有乘客的体貌特征 民警就分析 这个客人应该就是徐京的男朋友常文胜 根据刘师傅回忆 侦察员就还原了当天晚上常文胜的活动轨迹 结果证实 当天晚上常文胜最后下车的地点 就是武汉青山区减十路 而下车那个地方离发现行李箱的那个岸边还真不远 差不多也就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中间这一百米的路有水泥地也有泥巴地 所以这也能解释箱子为什么有一轮子会沾满了泥 到目前为止 种种迹象都显示常文胜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2015年5月20号晚上8点 在武昌区一间出租屋里面 民警把常文胜抓获 与此同时和他一起被抓获的还有他的女朋友徐京 经过突击审讯 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 常文胜不得不实话实说了 就交代了杀害方小燕的犯罪事实 据常文胜交代啊 2月13号凌晨 方小燕呢 下班以后回到了出租屋 当时徐京已经离开武汉 回老家过年去了 这常文胜啊 这色心可就起来了 拿着钥匙来到出租屋 强行的要求方小燕和他发生性关系 方小燕也反抗不过 只能顺从了 到了第二天 俩人呢 就吵起来了 一怒之下 常文胜用被子就蒙住了方小燕的头 导致方小燕窒息而死 最后啊 在房子里边把方小燕就分了尸了 2月15号晚上 他带着装着被害人尸块的红色旅行箱 乘坐出租车到达了抛尸地点 把旅行箱丢弃在了水渠边上 又把其他的尸块 头颅还有两条腿 就丢在了江潭公园附近 在嫌疑人常文胜的指认之下 民警在江潭公园的草丛里 成功的找到了受害人方小燕的头颅 还有大腿 那常文胜和方小燕之间的关系就真的是女友的同事 或者说是闺蜜的男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吗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他们之间还有着其他的一些关联 方小燕和常文胜认识的更早 两个人曾经还是情人呢 据徐经说呀 他跟方小燕一样都是从外地来武汉打工的 俩人呢年龄相仿 工作之中相互照应 关系特别好 徐经就提出来让方小燕跟他一起住 俩人这就是好姐妹 两个多月前的一天 徐经把自己的男朋友常文胜带到了出租屋过夜 因为常文胜经常去喜悦中心消费 徐经还问方小燕呢 说你认不认识他呀 方小燕说不熟 其实哪是不熟啊 俩人曾经发生过男女关系 就是情人 只不过呀分开了 由于徐经把常文胜带到出租屋一起居住 这方小燕和徐经的关系呢 也开始变得冷淡了 因为很尴尬嘛 后来徐经才知道 哦 感情方小燕和自己的男朋友是这种关系 2015年春节过后 徐经回到武汉 得知方小燕突然失踪了 他也四处寻找方小燕 同时还追问在出租屋居住的男友 常文胜知不知道方小燕的下落 常文胜当时就显得很不耐烦 说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你管好你自己的就得了 当时徐经也没想到 方小燕早就被人杀害了 而凶手正是他的男友常文胜 至此真相大白 嫌疑人常文胜 自以为自己的罪恶计划 天衣无缝 能够蒙混过关 可没想到四处隐藏之下 最终还是被警方把他给揪了出来 常文胜也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依法判处死刑 今天老欧给大家讲一起 发生在香港的一些案件 1980年10月2日 上午8点20分 香港999报案中心 接到了一名女子的报案电话 那个女子满口的英文 并不会讲广东话 女子报案说 山顶中之道44号 发生了命案 接到报警以后 一位名叫李新的赌场 带着四名探员 用了不到十分钟 便开车赶到了命案的现场 一栋三层高的西市洋房 报警的女子 一脸慌张的等在路边 看到警官以后 立即的冲了过来 用英语 鸡里咕噜的告诉自己 看到的画面 这名女子并非是西洋人士 而是一名肤色又黑的飞雍 住在山顶的 那无疑不是富贵人家 几乎家家聘用飞雍 这户人家也不例外 这名飞雍名叫玛利亚 她推开了大铁门 带着五位警官直奔客厅 这户人家的院子 很是讲究 有花园 有水池 还有一个小型的篮球场 如果不是有钱人 那肯定住不起这种豪宅 飞雍领的警官 首先进入到了客厅 同时告知里渡厂 死者是他的老板 是一个洋人 但是有中文名字 叫麦切安 人们都称呼他为麦先生 这位麦先生 是一个身形庞大的洋人 仰面 视身 死在睡房的 西洋式的大同床上 死状 很是悲惨 李都查 走进了床前 细心的观察 死者 身高大概能有一米六左右 肥胖胜过了洪金宝 谢鼎 年龄大概能有五十岁 面呈灰色 双眼圆睁 大有死不明目之事 在他的嘴巴当中 还塞有异物 用镊子将其拽出来以后 才知道 那是一只女性常用的丝袜 死者的四肢 都被绝缘电线给捆绑着 呈大字状 电线分别系在同床的四条柱腿上 异常的牢固 从身体扭曲的程度来看 死者在生前做过挣扎 但是无力挣脱电线 直到死亡 仍然是无法解脱 李都查打电话 又叫来了法医 以及止摸布的同僚 而他则走到了客厅 向玛利亚询问 发现尸体的过程 玛利亚告诉李都查 他在麦先生家里边打工 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了 这栋三层建筑当中 只有他跟麦先生两个人居住 他平时呢 住在花园里 车房旁的工人房里 李都查就问他 麦先生没有家人吗 玛利亚回答说 他平时很凶 不怎么跟我说话 我只知道他在美国 有一个母亲 至于他有没有妻子和孩子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李都查接着让他说说 是什么时候 又是怎么发现 麦先生的尸体的 玛利亚回答说 差不多是早上八点左右 我就像平常一样 煮好了早饭 到他的睡房门前 敲门喊他起床吃早饭 但是我敲门之后 里面却没有反应 于是我接着敲门 但仍然没有回应 我以为他懒得起床 于是就回到厨房 等了一会儿 见他仍然不开门 我又去喊他 但是仍旧没有反应 我感觉到 有些不对劲 于是我就擅自打开了门 结果看到了你们 也已经看到的一幕 我吓坏了 赶紧报了警 然后你们就来了 李都查把玛利亚所说的话 全数记录下来之后 接着又问他 你昨天晚上 见到麦先生 是几点 玛利亚想了想回答说 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 麦先生吃完了晚饭 就开车出去了 我那时在厨房收拾 他只跟我说了一句 我出去了 然后他就开门出去了 我每天晚上十点左右睡觉 因为我有失眠的症状 所以必须要吃安眠药 才能入睡 吃完药以后脑子很晕 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他经常很晚回来 但从不打扰我 他会动作很轻的 进去他的睡房 转天我做好了早饭 喊他起床 他才起来 这一年多 我们一直就是这样生活的 李都查记录下之后 又问玛利亚 那么平时麦先生 都跟什么样的人接触 又会带什么样的人回家呢 玛利亚猝着眉头 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他喜欢接交年轻的男孩子 经常会有些男孩来家里玩 至于他们的名字 我不知道 麦先生不准我问 每次那些年轻人都会进入他的睡房 把门关上之后 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玛利亚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她的脸上明显有了变化 显然 她知道房间里的事情 但是她却不肯实话实说 李都查于是把脸沉了下来 对她说 我想你应该了解本地的法律 如果你隐瞒事实的话 我们有权把你当成第一嫌疑犯 押回警署 我希望你再好好的想一想 麦先生和那些年轻的男孩子 究竟在屋里玩些什么游戏 玛利亚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无奈地回答说 有一次 我从花园经过 看见麦先生和一个男孩子 光着身子在追如戏呢 我真的只看过那一次 真的 我没有说话 请你相信我 对了 玛利亚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麦先生的车不见了 接着 玛利亚就把车型 号牌 以及车身的颜色 悉数告诉了李渡场 这时 在睡房进行调查的探员 也有了发现 在床下 他们找到了一个 空的啤酒罐 上面有指纹 指摸布的同僚 已经进行了取压 另外 睡房当中 有遭人翻过的痕迹 明显有物品 或者是金钱丢失 这一点 得到了玛利亚的证实 他说 麦先生有块价格昂贵的金表 每天他都会戴在手腕上 还有一块白色的骨鱼 也是一件很贵重的东西 麦先生十分喜爱 每天都挂在脖子上 然而 探员们找遍了整个睡房 都没有能找到这两样东西 那也就是说 这两件贵重物品 一并被凶手拿了去 另外 探员居然在睡房的衣柜里 发现了大量的女性内衣 以及多条颜色不同的丝袜 对于一个独自居住的老男人而言 这些东西明显就不是他的 也许仅仅是他有时要用的道具罢了 根据进一步调查 得知到这位麦奇安先生 十年五十二岁 是一个大学的物理系教授 最近在中环云贤街 开设了一家名为麦式的古玩店 但是他并没有聘请店员 老板 员工 全都是他一个人 这个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经常的从内地进购古玩 获利不菲 另外 根据外籍人士登记记录显示 他一直未婚 只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目前一个人在芝加哥生活 母子之间一年见面一次 每次都是母亲来看他 另外 根据邻居陈先生的说法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 快到两点的时候 他起床去卫生间的时候 隐隐约约 听到隔壁麦先生家里边 有争吵的声音 于是 他就从窗口望了出去 就看到 有人钻进了麦先生的 那辆灰色的奔驰轿车 然后 车就被开走了 但究竟是几个人 他并没有看清楚 结合陈先生所说 李渡查再回想玛丽亚的话 认为 玛丽亚说了谎 如果真有不止一个人 与麦先生发生争执 并开走麦先生私人轿车 玛丽亚不可能 一点也不知道 于是 李渡查再一次 对玛丽亚进行了询问 这一次 他的态度 已经没有上次那么和蔼了 玛丽亚心里有鬼 面对着恫吓 不得不说了实话 他说 他当时居住的那间工人房里 还有一个男人 那是一个印度籍的男子 名叫汉尼兴 职业是堪耕人 两个人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他并不想让外人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汉尼兴 每次来找他 都是利用上班时间 偷偷摸摸的来 一旦要是被发现 汉尼兴 就会失去工作 为了保住汉尼兴的工作 所以他只能把这件事情 遮掩起来不说 大约凌晨一点左右 汉尼兴来找他 刚刚进入到工人房 就听到麦先生那屋 有争吵声 但是声音很乱 听不清具体为什么事情争吵 汉尼兴很害怕 劝他不要出去看 等到凌晨两点过后 争吵声没有了 接着听到开门声 以及汽车发动的声音 确认人都走了之后 汉尼兴赶紧跑出了工人房 回去了工作的地点 至于那都是什么人 又都是什么长相 玛利亚根本连看 都没敢看 他当时以为麦先生睡了 所以就没有上去打扰 直到早上 喊麦先生吃饭 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李渡查立即找到了汉尼兴 通过讯问 断定玛利亚所言属实 接着 李渡查决定 从一个火柴盒入手 找寻真凶 这个火柴盒 是在死者的睡房中发现的 上面印有一处 位于湾仔区酒吧的logo 李渡查就带领着两名便衣探员 来到了那间酒吧 对调酒师亮明了身份 接着就拿出了死者麦奇安的照片 问他 结果没见过这个人 调酒师只看了一眼便说 回老麦了 我们的老主户了 李渡查接着又问 那你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调酒师马上就说 昨天晚上他有光顾 跟强仔他们喝酒玩骰子 很晚才走的 李渡查问 强仔是谁啊 也是你们的主户 调酒师说 不是的啦 是我们这里的适应 昨天本来是他的假期 他带来了一个朋友来玩 后来肥老麦来了 三个人就一同玩了 我当时很忙 没有空闲理会他们 他们临走的时候 我听强仔说 玩归玩 但一定要说话算数 就这样啦 他们去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的啦 李渡查就又问 那你是否知道 强仔的窝在哪里啊 哎 他住在堂楼 乖乖一条街就是了 今天他应该来上班的 他没有来 一定是宿罪还没有醒 哎 真是衰仔呀 说吧 那名调酒师 就拿出了一张便条纸 写下了强仔的地址 交给了李渡查 李渡查 立即根据地址 进入堂楼 找到了强仔的住处 哪想到 刚已亮明身份 强仔便一头撞开了李渡查 风一般的沿着楼梯往上层跑 一直跑到了天台 走投无路 值得是束手就擒 这个强仔 名叫王海强 18岁 长得很英俊 根据他的口供 麦先生的死 的确跟他有关 另外 他供出了同伙 马骏 声称 就是这个马骏 杀死了肥老麦 并且拿走了肥老麦的钱 和金表 白玉等物品 马骏 很快就被抓获 他呢 跟王海强同岁 也是18岁 马骏 样貌英俊 身材高大 皮肤又黑 十分的健硕 像极了那个港星 任达华 根据马骏交代 10月1号的那天晚上 他跟强仔 在强仔打工的那家酒吧里玩 大约10点左右 肥老麦来了 于是 三个人就一起喝酒 玩制骰子游戏 差不多快到凌晨的时候 肥老麦提议 到山顶道的豪宅里玩 他跟强仔都知道 肥老麦的癖好 而他们两个对此道并无兴趣 因此就不想去 可是肥老麦 非要他们去不可 并且提出来 给他们每人五百元钱 年轻人都缺钱 看在钱的份上 于是他俩就去了 在路上 他们还买了几罐啤酒 他的啤酒在路上没喝完 带到了肥老麦的睡房 喝光之后 直接丢在了地上 根据纸模布的报告 啤酒罐上的指纹 正是属于马俊 至于玩的什么游戏 在命案现场清晰可见 肥老麦让马俊和强仔 把他捆了起来 接下来的事就不便讲述了 等到随了肥老麦的 所有要求之后 他们向肥老麦 索要说好的五百元钱 肥老麦却以服务不到位为由 拒绝拿钱 于是双方就发生了争吵 吵了好一会儿 马俊大怒 用枕头压在了肥老麦的脸上 由于肥老麦的四肢被捆绑着 所以没有能力进行反抗 直到他没了反应 马俊才把枕头拿开 发现肥老麦断气之后 两个人有些慌张 马俊拿起了一条 刚刚用完的丝袜 塞进了已经断了气的肥老麦的嘴里 想要以此做出窒息的假象 然后他们两个人翻箱倒柜 拿走了钱包金表白玉等物品 出去之后 马俊又提议把车给开走 这样又能够赚一笔 到此案情是真相大白 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大案 答案是这样的 首先被告马俊 次被告王海强 分别被控谋杀罪 偷取他人财物 以及偷车三项罪名 罪名成立 鉴于两个人主动交代罪行 并有强烈的悔改之心 同时两个人的年龄 不符合重判的条例 按照香港当时的法律 判马俊 王海强 各入狱三年零九个月 即可执行 如此 一桩山顶道裸实案宣告结束 细看此案 咱们不难发现 麦先生也是自作自受 如果要是说话算数 也能一鸣呜呼 所以 要么不说 既然说了 就一定要兑现 不然 可就容易演变成 要了性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